各位欧洲太极文化传播中心 线上的朋友们 大家好 非常高兴 我们又在周末的时间 相聚在这个线上的平台 今天呢 我们还是请到了孙海顺老师 来给我们做这个 谈经这个文化的这个传播的课程 孙老师呢 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面 既有孙老师给我们讲的这个 太极的这个文化的课程 太极的实修 然后呢 我们在礼上 前些日子已经讲过了这个心经 现在呢 在讲环经 是在礼事两个方面进行这个双修 孙老师呢 首唱这个实践国学 强调呢 这个体无实修 这个 这个根本之不可得 这个 学无实修根本之不可得 体无践行 所得知不得身 所以呢 我们 在这个平台上 也是在践行的这个 礼事双修的这么一个过程 特别呢 我们孙老师在这个课程里边 也在强调我们中华 传统文化的这种价值 不是一个这个宗教的一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而是从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强调我们自信自立自强 好 我们今天下面有请孙老师来继续给我们讲这个谈经的资讯品 谢谢 有请 好 感谢我们的主持人 感谢我们欧洲太极文化中心的各位老师 各位同仁 各位朋友 我们今天呢 又在这个平台 以及我们的 其他的一些创客平台 还有我们的老学院平台 来共同 跟大家 学习 和分享 六组法宝谈经 我们接着上面 继续 跟大家来研究 上一讲呢 讲到了 和其自信 本 他叫什么 这个 和其自信 本自清静 和其自信 本不生灭 和其自信 本自具足 和其自信 本无动摇 和其自信 能生万法 讲到这 这六组正道的时候 对自信 对自信的描述 那我们六组 跟其非常之好 古佛再来 这是没有错的 他 本来是个侨服 砍柴 路过 一个人念金刚经 听到 硬无所助而生其心 心有所慧 慧得了什么呢 慧得了 离一切相 诶 诚没诚 实际上 还差那么一点 叫什么 米碎 手 上 欠 诗 筛 还没有筛过 是糙米啊 还不是精米 差的是什么呢 差的是 记一切法 所以 他在南郎 写的那个记者 我们也看了 菩提 本如寿 明镜 一飞弹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但是呢 有空 全是空啊 本来无一物啊 何处惹尘埃 这个时候 他讲了什么 何妻自信 能生万物 何妻自信 本不动摇 何妻自信 本自具足 何妻自信 本不生灭 何妻自信 本自清静 我道着你 本自清静 本不生灭 在无生乏人当中 都已经证得了 实际上 前两句是对 过去正量的总结 最重要的一句话 在这里面 就是何妻自信 本自具足 何妻自信 本不动摇 何妻自信 能生万法 这三句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 最重要 也就是由空 正道了什么 妙友 真正的悟到 那么我们六祖一听 祖之悟本性 这原文呢 祖是谁啊 无祖 一听 啊 行了 对了 之前落入空中 现在有 打破虚空 成妙友 对吧 寒藏一切无量法 哎 这个东西原文 祖之 你的障碍了 学那么多有什么用 不失本性 学法无异 这句话应该拿出来 让我们现在学习 中国传统文化的 所有的人都应该 警醒一下子 我们现在学习的 方法 我们现在学习的 方法论 我昨天讲过 都是西方的 中国的方法论是什么 实得 本性 再学习法 西方的呢 在 法相上 就 所以我们最终 把中国文化 固死在这了 一条 活泼之大龙 被 这些无形 无相的束缚 给固得死死的 变成了一只泥球 真的是一只泥球 那太极多好啊 太极 修的就是 无形无相 修的就是 自信 本觉的 圆满 启用啊 但是被人 认为 看作 是假的 是骗子 是游戏 乃至于 很轻烈的一世 为什么呢 我只能说 现在 我们的眼 没有开 为什么没有 这个眼力 因为我们 没有受过 真正的 传统化的教育 如果我们 真正的 有传统文化的 思维 有我中华 固有的 学习方法 叫所谓的 方法论 那么 我们会 惊叹 这个好啊 你看六祖 以一个什么 义工的身份 不会写字 请了一个 江州别架 在墙上 写了这几句话 当时的人 怎么说 我的天 原来我们 使唤了一个 活菩萨 为什么他认为 他是活菩萨 因为当时的人 接据 眼根 他有中国传统 文化的教育 他知道 他讲的 这个东西 对味 虽然不究竟 但是 对味 都底下人 在哪 这不得了 这个好 那我们现在 见到真东西 就像老子说的 不孝 不足以为道 大孝之 所以我们 现在 其实 其实 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五祖 这句话 我们要建立起来 中国传统文化 学习的方法论 如果按照西方的 这种类似 哲学的方法论 或者类似 史学的方法论 或者类似 社会学的方法论 来理解 中国传统文化的话 那是将一个活人 宰割成 不同的肉来卖 礼集多少钱呢 后座多少钱呢 钱夹多少钱呢 干脾心肺胜 多少钱呢 有价值吗 也有价值 牺牲的是什么 而中国文化 是一个活泼泼的 一个生命体 那怎么真的 让它能够变成一个 恢复到它那 活泼泼的生命体当中呢 要使本性再学诸法 这也就是我们中国历来的 什么呀 根本至为先 所得至为后 先学道 有余力则学文 没有余力就不学了 没有余力不学了 不代表不学道 孔子十五而有志于学 十五岁了 我们家孩子今年才十三 那十四岁之前 孔子都是穿个肚子 光屁股满世界跑吗 如果我们理解 孔子十五岁才开始上学 不是啊 什么意思 孔子十五岁就对道 大概有个了解了 根本至就仅仅得到了 才开始有志于学 老子怎么说 为道日损 为学日增 所以为道跟为学 在中国传统文化教学当中 是两大重要组成部分 为道者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为 为学是日增 我们就称之为 为道者根本至也 为学者所得至也 而孔子在十五岁就完成了什么 为道的任务 所以十五有志于学 他知道我的志向该在哪了 这个是圣人呢 叫十五岁才开始学呢 还是圣人吗 现在五岁就开始学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 孔子从小 常养 赤子之心养得好 那么所谓的根本至 所谓的为道是什么呢 在这里面就是 实得本性 若实自本性 见自本性 既明丈夫天人是佛 什么是佛 什么是佛 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 我们一般学佛啊 哪真佛 管什么事 拜文书啊 考高考 而且领啊 考上了一个酒吧 拜地藏能升官 据说当年谁谁谁 我就不说了 在九华山都有脉络 哎都当了大官了 拜官英是生小孩的 宋子官英嘛 对吧 目前拜普贤 普贤可能还没安排什么职务 主管啥我也不知道啊 因为我没去过普贤 没听过这个传说 没去过这个 这个四川那边 其他地方都去过 这不是胡说八道 如果他不是胡说八道 最多能算上民俗 最多如此 民俗 给他好听点 跟我们 释迦牟尼所传之大乘佛法 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我们学佛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要学法 要自识本性 自见本性 如果不能自识本性 自见本性 学法无益 你学他狗屁 学他有什么用 没有用 那我们好 自见本性 自识本性 什么结果 就是佛 所以学佛的目的 就是成佛 如果你学佛 不为了成佛 那你学什么佛 不要学他 说我为了拜佛 我为了侍奉佛 我为了侍奉佛 我为了把他当偶像崇拜 你是佛之逆土 对吧 人家教你的东西 你不听啊 对吧 你伺候人家干什么 你去师父人家干什么 吃饱成了 让你师父 不需要啊 你按照佛的开示 误入自信 了自补 本性 十字 本性的话 记名丈夫 记名天人 是 记名佛啊 这是中华人的气象啊 你能说佛教是宗教吗 宗教能让人人都做佛 宗教是一种归属 有主宰的位置宗教 在中国文化当中 没有主宰 佛教说 众生皆是佛 皆可成佛 而儒家讲什么 人定胜天 道家讲什么 替天行道 这中国人的气候 这是中华文明最精彩的 自信 你西方那些 比得了吗 比不了 比不了啊 差的太远了 纵观全球没有第二个文化 能像中华文明这样 胸怀广大 自信自立 东方独立 五千年 乃至七千年 延绵不断 没有答案 为什么没有 因为中国人了知了 这个世界的真相 微信所变 微是所限 万法再无首 生杀再无心 一切的变化 都在我心当中 这一句 五祖把根源透露了 这不是我说的 我说的 你们可以骂我 猖狂 这是五祖说的 那五祖也猖狂吗 有人啊 真有人骂说六祖也猖狂 那你就得骂吧 对不对 那就是所谓的跪得太久了 让他站起来 他心中怀有无边的恐惧 只能以嗷嗷的丝毫 来填补内心 那一点点的无助 多么可怜 你看他叫的那么凶 哇 其实他内心是 充满着恐惧 为什么他站起来 他还想跪下 他必须跪下 他务必跪下 不然他心不 能够真正的得到 一刻的安定 他面对着无量的恐怖 怎么能够看出来 当年我在香山的时候 那时候 我也是年轻气盛啊 有一帮 是吧 那个 西方某教的一些教徒 跑来拉拢我 说要给我传福音 说这个 那个这 我就跟他们说了一句话 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学 他说这个 我说哪一天 你们也在自心中 找到你们的上帝 你们就成就了 瞎着哥们之斗啊 说主啊 原谅这 无知的孩子吧 瞎 瞎会了 瞎着之哆嗦 你说说可不可怜 可不可怜 所以你看 这句话 我们学佛的没几个人感激 现在时髦的说法是什么呀 无等末法时期 罪业凡夫 安敢求其佛果 是吧 为愿 释放三世 一切诸佛 慈悲家父 阿弥陀佛 献圣皆饮 无命中使皆饮 无能 往生 西方 极乐我四界 那么离苦得 脱离着痛苦的世界 阿 我就满足了 你是满足了 你是满足了 你没见 百法明文的第一句 以贪念佛 生鬼道 以称念佛 生地狱道 以吃念佛 生什么 出神道 你为什么念啊 你觉得这个地方 房子是混凝土的 人家的地方是 翡翠的 这个地方地是泥沙的 人家那个地是 钻石的 咱们这上铺的 马路是百游 人家是用黄金铺的 到那就封房 又有学籍 又不用交学费 还管吃 还管住 寿命无量 还不生病 还有娱乐手段 树上挂的全是手机 各个网红在这给你演 什么世界你都可以通过这个树 你来看 是吧 十方世界 想看谁就能看谁 想连接谁就能连接谁 我的妈 这个日子过得太快活了 对不对 比这样要强多 那我肯定去呀 那佛法这么简单 那他真的就是迷信了 自信尼陀 违信净土 它是个方便 它是我们正到自信之后 观察这个苏婆世界的 当即的妙用 苏婆世界就是这样 不需要到西方 你正得 自信尼陀之后 反观 当下这个世界 就是违信净土 不用往别处去 西方十万亿佛国土 不用 当下就是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 都得立得起来 担当得起 大心要支持 丈夫 天人师 佛 你看 这叫什么 丈夫 我们现在 你就知道 中国人 夫妻之间 中国人夫妻之间 是非常非常的尊重 中国除了 最后那三百年 是吧 Q炒 叫皮蛋炒 是吧 皮圈炒 Q炒 咱不能说 有人到时候又激动了 辫子又翘了 是吧 要举报 是吧 我们就说 我们就说 咱们那个时期 真的是 歧视女性 真的是 歧视女性 就那 人家 开国和亡国 还靠俩女的呢 对不对 开国 亡国也靠人俩女的 其他朝代 实际上 中国人对女性 对女人 是非常重视的 你看 其他的佛教 咱们就说佛教 女子不能成佛的 女子欲要成佛 续为下辈子 转身为男生 才能成佛 道家 有男先就有女先 有福西就女王 有东王公就西王母 大家是平等的 看玩笑呢 不是说男先就比女先强 是平等的 你去看吧 所以中国男女 历来其实是 叫各司其职 各有其聚 而从本质上是平等 真正的平等 到后期了 当然 他是有变化 所以我们 男的 被称之为丈夫 什么意思 悟道者 见资本性 识资本性 称男的叫丈夫 这是我丈夫 什么意思 与天和其得者 这是我太太 太太什么意思 太任太疆 文王武王的妈妈 圣贤之母 位置多高 现在这是我老公 现在这是我老公 老公啥意思 都知道吧 香港的一个专业人士 在香港对一种专业人士的专称 也叫归宫 庆楼里面 专门负责打杂的男性 所以老公这个词是极大的污蔑 讲实话 叫惯了 现在我们也只能忍了 这我只能忍 都这么叫 不应该这么叫 这么叫 这是从香港 妓院里面 对归宫的称呼 知道吧 你到宋朝还叫相公呢 相公还可以的 地位还是可以的 好歹是相公啊 是吧 你虽然不能丈夫与天地合得 你还得了个相 还装模作样 还相这么回事 是吧 还相公 还相这么回事 是吧 到往后公子 是吧 也还勉强 这老公这个词是最不好的 但我们现在都 没有文化 没有文化 那你就叫呗 叫咱们也只能听 是吧 这就叫随顺众生 哎 一乐一笑了之 一笑了之 丈夫这两个词 不得了啊 夫是什么意思 夫者超天者也 你看那个夫字 比天还要出头 比天还要尊贵 为什么孔子叫夫子啊 为什么孔子叫夫子 别的都不叫夫子 孟子 他叫孟科 荀子 他姓荀 是吧 这个子 那个子 诸子百家都以其姓 什么什么 孙姓的老师叫孙子 对不对 荀姓的老师叫荀子 哎 唯独两个人 一个是理性的老师 一个孔姓的老师 一个叫老子 一个叫什么 夫子 老夫子 哎 你 不 你们细琢吗 这老是有讲究的 老是有讲究的 所以老子不姓老啊 我们好多人认为老子姓老 叫老蛋 这不知道什么时候编出来的 这都是高人的 老子不姓老 这个老在中国来说 是 你看上面是个什么头啊 上面是个孝字 底下是个子呗 是那个孝字的孝字头 孝顺的孝 孝顺的孝 底下是个什么 是个匕首的匕 是个匕首的匕 老者什么意思 老什么意思 到头了 结束了 终了了 老子啥意思 唯一的一个 就剩他一个最牛的 夫子是什么 比天还要牛 他把天地都超越了 叫老子 明白吗 就是一顺 就是一以贯去的东西 咔 斩断夜流啊 臭刀断水水更流 但是他这一刀 彻底把夜流斩断 这个老字理解什么意思了 老者 寂灭 到法身里面去吧 我们按照佛家的说法 实际老 就是入波涅槃的意思 当下当机立断 断什么 断这个夜流 能把这个夜流 咔 这个夜流的延续叫笑 夜流的延续叫笑 笑着法也 一步一步走下去 这个啪给断掉 所以这老子就是什么 入波涅槃的这样一个老师 真的能够把这个夜流 嘎然而止 夫子呢 就比较超越 哦 超天的 所以后来我们把老师都称为老夫子 老夫子 他都是有这个讲究的 其他的呢 我们就称之为 什么孔子啊 孟子啊 孙子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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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非子啊 等等 那都是他的信 所以这个夫子在中国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你看中国人写议论文都叫什么 夫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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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六国者 夫什么什么 只要他要开始写议论 代表什么 代表我这个意义是什么 是超越了天地的 入了道的 在道的层面 对这个事件进行一个认知的一种评价 所以叫夫 你看中国只要评价议论什么 前面都加个夫字 我们语文老师怎么教呢 这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注词 那为什么都注呢 你不想想 既然没有实际意义 中国人当年干过一件事 大家知道吧 一字千金 我把这个字摆在这 你能改一个字 我就送你一千两 当时其实就是赤金 就是通 不是黄金 也不得了了 那么这个夫如果是没有实际含义的 一个注词 可不可以删掉 他是有意义的 中国的每一个字都是有意义的 我们不理解 不认识而已 而仗者 仗啊 方仗啊 仗者 以仗啊 丈夫 天下之以仗 超天之神人 是啊 这就是 这就是佛是什么 佛是天下的以仗 是一切众生的慧眼 是我们所有人的 依靠的 依他成就的 那把赤燥 所以叫 丈夫 这个词很重 这个词很重 也有叫 仗人 仗人就低很多 丈夫 这个词非常非常 还有叫 大丈夫 古人还有叫 大丈夫 这个那那 这个 大丈夫 这就对得道者的一种称呼 大丈夫是什么呢 是代表他的功用 是大夫代表什么呢 代表他的职能 代表他的职位 他不是一回事 是他就已经有 有编制了 真是啊 大夫就是 有品级了 大夫跟丈夫不是一回事 丈夫是什么 是职 是天下众生之美眼 是天下众生之心目 众生都指着他 你可以把它比喻成灯塔 就大概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说 什么样的人叫丈夫 字本叫什么 这个这个 十字本性 贱字本性 记名丈夫 这个丈夫还可以做什么 天人师 天人师 一切众生的老师 除了天人 还有其他 没了 到头了 六道到顶 就是天的 对吧 再往上 再往上 就佛性了 佛性跟佛性 还有只有印证 没有师不师了 师者是什么 师是什么 两个字 如镯如魔 镯魔 师者是什么 法也 师最初的意思就是消灭 或者整顿 或者套法 后来比喻成教学过程当中 头不正 我得让你头正 腰不直 我让你腰直 有了习气 我得揍你 对不对 有好事 我得表扬你 进行对你什么 如镯如魔 下一块蒲玉 咔一刀子 咔一磨子 咔一磨 有多残忍 就跟那个师什么 不听话 啪一刀 啪一铲 啪一铜 是吧 比较暴力 比较暴力 其实师就是这个意思 师徒之间 其实没有温情的 朋友之间有温情 所以古人为什么要师有呢 明白吗 古人修道 一样有师 二样有 有三样有 有旅 这是非常重要的 叫道旅 道有 师 这是三宝 老师是不会给你留情的 你看那段时间我整理 那时候 所有人都觉得我过分了 那不能留一点情愿 留情愿他就出不来 一定要拿刀砍 一定要拿剑逼 一定要拿炮轰 对吧 什么时候给他轰的 什么都没有了 那个活脱脱的 轰不动 打不掉 打不掉 灭不了 搓不进的 那个烧不干的 那个东西就出来 那个东西才是真正的 他豁然开了 两句话出来了 他凭什么两句话出来 凭什么 你凭什么 对不对 你那账那么重 从哪来的 不就是抚批 雷轰 电打 各种方式 得把他壳打掉 但是为什么我敢对他下手 我知道 到后来他都有点受不了 动摇了 是不是动摇了 绝对动摇了 无非本性善良 善根深厚 后来又 又那个什么 这种手段 我敢对别人什么 不敢 这是真正的师徒之间的关系 你看他俩 我也从来 这么撒 我也下手段 对吧 但是我得摸清你们的脉 你们到底有多深 便一锤子砸碎了 一点点砸 一点点砸 砸砸砸砸砸砸砸的差不多了 知道卖的生钱了 我就赶下刀子 赶下锤子 雷烟火炮都敢杀 没有问题的 一个人 你的习气 你对这个世界的执着 对肉身的攀缘 哪那么容易 不可能 他除了师还得有 得有朋友支持 对不对 你们师兄弟 这不就体现出来了 对吧 支持 给他个台阶下 最后还留虑 有点温情 人是需要的 慢慢慢慢 时机成熟 断破壳 这不就是这条路 很清晰的走出来了吗 所以叫 这个师啊 师徒之间 最后忘了 好多为什么师徒之间 往往反目成熟 他受不了 受不了之后 他一翻脸 一翻脸最后 反而 对吧 成仇了 但搞成了 那你知道 哦有师父对我是 等你哪天 你自己当师父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 师父的良苦 谁愿意骂人呢 谁不想忽悠人呢 哄得乐乐的 搞过信心 你看 完事了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谁不愿意这样 行吗 真是这样忽悠来忽悠去 我们的骨子里面的习气 你真能断吗 反正我断 我当年 跟我们老师学的时候 那是跪过好几次的 我最长一次跪过八个小时 你们试过 撤骨的痛 那个膝盖 那已经止了 撤骨的痛 你要再敢 我跟你说 那真的人就是那个贱 控制不了自己 有时候 洗一涕 知道吗 你只有在那个撤骨的痛之后 你再想 你都不敢想 那个东西就转掉了 你的那个恶息就断了 哪那么容易断恶息 两句话也说 我说好 可以 我下次注意 绝无可能 如果听你意念的话 还需要实修干嘛 习气归谁管 习气归七十管 我们理解问题是六十的事 六十管得了七十吗 营长管得了市长吗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得来一个猛闹 大刀阔斧 带到收拾 你的那些东西才能削原 那些刺才能削掉 那些歪歪流流的东西 那个扒那些结才能给你挖掉 最后剩一块美玉 哦 原来天地之间 全是他 为什么我不觉悟啊 我植住那个扒 植住那根刺儿 削了之后翻过头来 那个扒那个刺儿 反而成了我的 我的妙女 削不掉 放心 要指 能把它 我们做任何事情 修行跟不修行 最大的区别 就是叫知知 这个事可以 该在哪听 自己绝对说了算 而不是到这 不行啊 心里面还挠痒痒 哎呀 算了吧 给自己一次机会吧 放纵一次 算了 下次再说 完了 其实就这么简单 修行如首进城 就跟守承门一样 不能脱膜开一次 开一次就完 但是你等到把敌人退了 转了 收编了 你承门什么时候开都没事 在这之前 承门得看好 那不容易啊 所以为什么叫天人师啊 你说我们当人师 还勉强 为人师还勉强 实际上我们都不敢 天你怎么当他的师啊 天是什么 在这里面天是什么 我们要理解天是一报 不要理解成天人师啊 就天上下凡 下凡的神仙 你给人当老师啊 第一节课我们来讲啊 我们来讲这个 勾股定理啊 第二节课我们讲福利 第三节课我们讲光 第四节课我们讲电 串联和并联 是吧 就说一一我都没听过 在天上是吧 还挺高兴 啊 补理课补习来了 不是的 天代表我们的衣报 代表我们的境界 静随心转 心随静转 天人师者能转静耳 凡夫者随静转耳 这个境界好不好 不好 不好就不好了 咱到这就能让他变 这就是天师啊 天师啊 哪有什么现成的 哪有那么绝妙的 都得靠人去挑 那么人怎么挑呢 依据天道 道的人们 道就是自信 能胜万法的规律 因为你自信本来具足 我能胜万法 怎么胜 因果 就这么简 极善之家 必有余庆 不善之家 必有余样 你说到世上 就这么简单 好有好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就这么简单 你说什么 怎么这么简单 一点都不玄妙 事项上 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 我们来 转环境 怎么转 对不对 关键是 利用众生的心力 和贡业 非常简单 怎么都能转 天下没有不好的地方 当然了 基础 基础条件好 那当然是锦上添花 基础条件不好 也不是没有办法 所以这地方 其实不在你 说来说来欧洲 欧洲不是 这个那那 欧洲 咱也能找到好点 咱也能调出好点 那境界不必出周差 人家昨天问了 欧洲离出周远吗 这是有禅意的 就在锦州背后 不远 无丰毫距离 就是 这就欧洲 这就锦州 知道吗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事 你们说 锦州现在是 环境非常好 非常好 对吧 我们稍稍用力 那么他就会 你看现在 锦州这个气象 天天都是紫光 天天都是气彩香光 你不觉得 锦州这十年 气象 不说经济啊 当然经济各方面 都有发展 就这一个气象 现在中国没有地方能比 我就中国吹牛鱼 我就敢这么吹 因为我们都跑过 谁也比不了 为什么 心转 但是说句难听话 两年以后 三年以后 我们要真是 欧罗巴了 真是在他们某个山窝子里面 找了一个地方 三年五年 除州避衰 汇了土鸡的 就跟十五年前一样 零五年 到一五年 除州什么样 雾霾多严重啊 到处都是浮尘 到处都是灰啊 它不像一个县城啊 就像跟三河差不多 就跟北京的三河差不多 公园 那时候拖拉机 这个那个 是吧 满世界都是浮灰 哪像现在这样 真不开玩笑 静随心转 天人士 谁能当天人士 谁能当 不是弄个网站 你查你有编号 确实有 你就天人士 当然了 有可能更好 是不是 有证 毕竟有证 怎么办 问了 咱去考一个 天人士 明字信者 见字 新准 五族讲的清清楚楚 不用人家分 背后的规律 你掌握了 就这么简单 就是眼之所见 耳之所闻 鼻之所秀 舌之所长 身之所处 心之 脑之所想 身之所分别 就这么简单 然后如何调路 那具体的我就不说了啊 咱们再往下看啊 佛 佛是什么 佛就是觉悟者的意思 英文叫孤达 是叫孤达吧 翻成了汉文 当年叫佛陀耶 中国人喜欢沈啊 佛陀耶 多得耶 佛陀吧 佛陀 不是佛陀 还老陀 佛吧 中国人喜欢沈 所以最后 简称佛 佛者 觉悟的人 就叫佛 所以佛不是一个神仙 不是一个 我们所谓的 最高的灵魂 或者一种世界 本源不可置的 一种统治力 都不是 他是一个觉悟的人 觉悟什么 觉悟自心的人 觉悟大道的人 这就叫佛 而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觉悟自心 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是自心显现的 我们每个人的一举 一动一言一行 一笑一平 一饮一浊 乃至一丝一念 都是我们自心显现的妙用 所以每一念都可以回归到自心当中 念念既可入真如 处处皆是成佛地 哪都可以成就 机会无量无边 所以我们一切众生 早晚必然成佛 从另一个角度上讲 诸位早已成佛 无非硬化此事 迷失本性 忘记自己 本来具足的佛性 而已 而虽然 诸位忘记了自己 本具足的佛性 也不影响此佛性的 一丝一行 所谓再胜不增 再凡不减 我迷 迷 迷到地狱 还是他 我悟 悟到天堂 还是他 所以说 不用担心 诸位一级演员的 这个国家资质 都没变 无非你现在演个乞丐 他现在演个皇上 他现在演个将军 他现在演个小兵 他演一个大副长者 你演一个什么 茫龙 哎呀 虽角色不同 但咱们的级别 两杠四 都是这个事 都是国家一级演员 这是平等的 明白吗 所以我们叹数戏了 演着演着觉得 我这个乞丐 不如他那个大副长者 哎呀 我要演个大 你干嘛呀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该演什么演什么 该做什么做什么 佛学成就了 只有一个 心安理得 不是说我学成了 我就能够飞黄腾达 我就能够改变 他内在的结构 让我成为富温 让我成为强者 让我成为有权力的人 因为什么 我了解了宇宙客观的真相 我了解了他的规律 我就可以利用他 来把我制造成什么 那不就是魔吗 那还是佛嘛 对不对 那学半天白学了 所以这个话好多 我们不能再多说了 这就叫佛 这就叫佛 所以六族能成佛 我们也能成佛 诸位都能成佛 我们来到这 就是那句话 此事选佛场 星空即地归 就跟着考试似的 都有资格来参考 你到底把这个挂案放下了没有 你到底把这心打开了没有 打开了 放下了 星空即地归 成佛了 没打下 没放下 没有星空 三年后再来 是吧 那怎么办 那么好 皇上高兴来个恩科 是吧 那明年再来 一般都是三年吧 对不对 三年一考吗 三年一考吗 再来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 不用着急 不用担心 我们这地方呢 范静范老爷 这出名的 是吧 一中都有范静的雕像 知道范静吗 范静重举 五十岁人的重举呢 对不对 我们不愁啊 这个东西不愁啊 我们要五十岁成了 行了 五十岁成还得了啊 你还有三十年的时间度众生呢 这三十年得度多少众生呢 那这辈子没办法 这辈子活在这个世间 你这个角儿演好了 回去得得发军功章 发奖章 演得好 演得好 哎 回去得挂奖章 演不好 讲级 对吧 好 这个舞台不去 去 到鬼道舞台去吧 当代演出 有没有可能啊 是吧 看你自己心里面过不过得去 你心里面过不去 你就自己把自己罚那儿去 你心里面过得去 就杀帅没 这就是新量的 所以这个佛字啊 太重太重了 我们要领受啊 我们来学佛的目的 就是自见本心 自证本心 来成佛的 三经受法 人尽不知啊 三经受法 受着什么法 受的就是最后这一句 若不识本性 学法无益 识字本性 见字本性 是名为天人师 丈夫 丈夫天人师 佛 受的就是这个 知识 这就是知识 这还不是知识 什么是知识啊 当下就告诉你 你不用崇拜 你就是 你崇拜啥 拜的就是啊 还崇拜啥 所以讲佛法 是个人崇拜 你根本就是 蒙外汉皮都找不着 佛法没有崇拜 佛法是平等 阿若多罗三秒三菩提 无上正等正觉啊 正等就是什么 究竟平等 一切众神 必竟平等 真正的平等 真正的自在 真正的 圆满觉悟 这个文化的根源 在哪 在我中午 不是在外面 外面的都是 皮相上的 你搞明白就知道了 皮相上的 我们学了多少年 西方的那些 什么 瘟疫复兴那套 康德 什么费尔巴哈呀 黑格尔啊 尼采呀 那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都天天读 那都是我们的偶像 尤其是康德 对不对 六点钟必然出去遛狗 我们都有冲动买只狗 后来学校不要让 才打断这个冲动的 对吧 你看人家多么规矩 六点钟就得遛狗 终于无阻 是吧 那位就得搓地 就得搓地 别把地搓个坑 是吧 你看这都是 让我们很羡慕 是吧 我们也搓地 后来把鞋搓坏 地没坏 对 这个开玩笑 这个开玩笑 说什么意思呢 这些真正追求自由的基因 追求 追求这些 我们不叫自由 我们叫自在 追求智慧的 追求人性的圆满 其实是中华文化的 正是这些东西 才打破了他们 中世纪的几百年的黑暗 他们才知道原来人是伟大 神反而是人心中的一个产物 所谓的文艺复兴 就是中华人本主义 人文主义 这个思想传到欧洲 打破了他们的 这是我们的根 而你人文主义 如果没有实修 就变成了纵欲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 还不如 宗教来得更好 它还能约束人的欲望 但是我们中国呢 靠的是修身 靠的是自律 靠的是我们所谓的 与天和德 用天道 来规范自己 他们没有得到 所以说 才会 发生了后面的这些物质世界 物欲膨胀 因为你以人为本 就是物欲膨胀 其实它的本源是不错的 无非是继承的 从中国吸收的 不全面而已 根本没有得到 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 得出一个结论 西方的文化 要完善 要从它半调子当中 完善成 焦尽圆满的文化 必须得 吸收中华文化的根源 因为它 刚开始 它的文艺复兴 就是从中华文化界点来的 中华文化的根源是什么 是修心正道 知心合一 而中国文化要复兴 也得从源头兴起 源头是什么 修圣正道 知心合一 所以说 离我们都得学佛 是我们都得练太极 不开玩笑 就这简简单单的两件事情 就可以解决 一 中华文化的真正的伟大的复兴 它的伟大在哪 超越天地啊 第二 能够帮助西方文化 成就自己的圆满 凤凰涅槃 再获重生 中西文化最终会在道上 青龙五波虎 叫什么 香龙五福 龙顺五福 天下太平 好 今天呢 我们讲到 人尽不知 所以说 没有人知道这个东西 这都是我们口口相传 这就是师道 这就是我们 这么多年 互相传承而来的东西 希望大家呢 能够认认真真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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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学到手 好吧 好 今天我们的道理啊 也比较重要啊 讲的不是很多啊 就讲了几个字 咱们下次呢 估计还是很重要 因为他传法的东西 还是很重要啊 估计还是得讲几个字 那么理论就讲到这儿 修法啊 修法呢 现在我们余老哥哥呢 在这个 这个他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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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讲座当中 也在讲 讲得非常好 我听了 深受其法 老哥哥是从 中医 身心疗养的角度 来讲这个佛家的修法 哎 让我耳目一醒 非常非常好 我们讲的是佛家的东西 它比较传统 它并不是因为这个 现实的需要 而进行某一个角度的阐述 我们就是怎么学的 怎么讲 怎么教的 怎么说 啊 在于一个什么 原之原位 啊 原之原位 而我们老哥哥讲的呢 是应现在二次 或者叫长心观之机 通过这个来调理我们的身心 最后把我们的病因 彻底打掉 哎 作为一个养生 去灾 严寿的这么一个方法 非常非常的妙 非常非常的妙 那我们准备借鉴一下 借鉴一下 这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佛家讲的 各个第一 哎 在中医上 我们老哥哥第一 在佛法上 我们也可以当真不让的说第一 各个第一 大家究竟圆满 这就成了 哎 非常非常好 啊 在这我要表示 对我们老哥哥的感谢 啊 回头我这个 我这边 国内这边 我也得好好学 组织大家来学习 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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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新的角度 我们掌握 掌握之后 我们在国内进行一个宣观 那我们要进行宣传 这样的话就太好了 对吧 不是佛法 我一个佛子不说 我一个一个什么都不说 我只说健康 哎呀太好 但是他的真实利益不减呢 说法不同 利益不减呢 能能帮助多少人 大肆被功德无量 真的啊 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 继续讲 我还是从什么呢 我跟我们老哥哥配合 我还是从原汁原味 是吧 从说法的角度讲 老哥哥呢 他还是从中医的角度讲 最后两个结合 哎 这就是强强联手 是吧 那么我们今天 跟大家讲一个比较重要的 那应该大家也能够找到啊 回头我们会在群里面 给大家发一下 发一下叫 净法界真言 净法界真言 这个的话呢 在我们佛家来说的话呢 他是通过一个振动 通过一种音波的振动 把我们身上的 他也是相当一种启用啦 把我们身上的这种含邪 碎污之气 给他排除掉 非常好的一种方法 非常好的一种方法 那么呢 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带大家练一会儿 时间也差不多啊 前提是 我们 先关 这个蜡烛 先关蜡烛 关蜡烛之后调吸哦 调这个鼻头白 调完吸之后 我们的毛孔完全打开 打开之后 关箱 关箱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 反观内照的这个信啊 找到了 蜡烛是外变照 一个是内变观 竹是外召 这个箱是内观 这两个关照同时的话呢 我们的毛孔就会有一个 吐纳同时的状态 也就是说我们关箱的时候 毛孔往里吸 关竹的时候 毛孔往外吐 那箱竹同时的时候 毛孔边吸边吐 出入 一样的时候 就出入的量一样的时候 它就会突然定下来 人就如在琉璃当中 好像自己在一个 一个玻璃当中 自己变成了一个影子 那这就我们叫琉璃星 也叫清净星 这个东西起关照 这个用这个 用这个琉璃的东西 来看我自己 这就叫月轮观 用这个琉璃的东西 看我自己 叫月轮观 这时候关我们的什么呢 关我们的舌尖 有个小珠子 关我们的舌尖 有个小珠子 这个珠子是蓝色 然后这个珠子震动 震动出是一个什么音呢 大家听啊 这脑腦枪共鸣 脑枪共鸣 把这个东西挣起来 这个音 舌尖顶上额 舌尖顶上额 然后上额上面有一个珠子 这个珠子是蓝色的 手型呢 叫法界定印啊 或者叫这个禅定印啊 都可以啊 左在外 右在内 两个大指相点 放在哪呢 放在这个肚脐这 我们就放在这 让大家看到啊 应该是放在肚脐这 哪放在肚脐这 这是手印 时间顶上额 观想 蓝色的珠子震动出 这个音也得发 观想是观想 发音是发音 这个蓝这个音也得发 一口气结束 停下来 第二口气继续 不要奴 顺其自然 这样一口一口 一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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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练三个人练十个人练都可以 人越多效果越好 一个人也行 一个人也行 一个人的 就是一个人的力量 三个人一块练呢 就是十个人的力量 那十个人一块练 可能就一百个人的力量 所以它是成急速增加的 这个大家可以试一试 可以试一试 时间的话一半个小时 起码二分钟吧 浑声发热 微微出汗 就可以了 嗯 好 那么主持人 咱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根据咱们的 呃 经文 或者咱们实修方面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 啊 没有问题 咱们今天 满了 呃 非常感谢孙老师 今天精彩的分享啊 呃 大家通过今天的课程呢 我们这个 呃 更能够清晰的感受到 孙老师的这一课的特点呢 就是可以把如是道三家的内容呢 非常呃 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啊 这个融会贯通 让我们大家都有非常醍醐灌顶的这种感觉 呃 今天呢 大家线上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现在向孙老师来呃 请教啊 我们这个等一下线上的朋友 我这边前面搜集到一个这个呃 朋友有一个问题啊 您刚才提到呢 就是说呃 赤子之心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讲到孔子的时候 呃 我们日常呢 也经常就说有人提到 就说呃 赤子之心 但是到底什么是赤子之心 可能并不是特别清楚 来请孙老师呢 来给我们做个解读 谢谢 简单的说就是什么 小孩刚刚出生 还没有呼吸的那个状态 就叫赤子 你看我们是小孩一出生的 红瞎瞎的 啊 然后一般大夫呢 从嘴里面抠出个血块 抠出个血块 在屁股上一挡 他包裹他那层膜 砰就正开了 正开之后呢 大气的压力就进去 然后他就 吸口气 吸口气呢 丹田一转就把它排出来 哇 哇 这就开始哭 那这一哭 实际上就是什么 后天的东西就进去了 这就不叫赤子了 这叫婴儿 就在这胎儿 出来 还没有变成婴儿 就这么短短的时间 这说白身上有层膜 这个膜是什么呢 是内气出入平衡的 那个膜 也就是我们实修到什么境界 毛孔的吐纳平衡 鼻息几乎微弱到 发现不了 就是鼻子你几乎感觉不到气息 这个时机 就是赤子 简单的说就是这个 小孩一家哭起来 用口鼻呼吸了 这就到婴儿了 但是呢 那个时候他眼睛还睁不开 手还生不了 所以他的玉还没有出来 只是什么呢 只是他的命已经开始受到干扰了 他的命啊 已经被缠住了 他的性光还没有发出来 但是那个时候 就不叫 叫婴儿 为什么孙悟空叫孙呢 孙悟空指的就是那个状态 婴儿 子就是那婴儿 底下 给他细住 这就是小孩头上细个辫吗 就是代表什么婴儿面目 所以孙就是婴儿面目 代表能够长养 胡呢 叫古月是老婴 不能长 所以他是个胡孙之相吗 所以为什么取孙不取胡呢 对吧 你就姓孙吧 孙代表能够生生不息的意思 就这个意思 所以那个孙呢 或者叫那个 那个什么意思呢 就已经是婴儿 而我们说的赤子 就是在他之间 没有呼吸的时候 没有呼吸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想保持赤子面目 你修行必须得到 气住 就是卖停 你的呼吸基本上停了 必须到 连我们打太极 我们打坐都有这个经历 对吧 可能三分钟 可能五分钟 可能十分钟 但是只要你感觉到 你就会被吓住 一下就憋回来了 一下就憋回来了 但是你可能当时 你只有一秒钟停下来 实际上那已经十分钟 二十分钟 或者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过去了 那时候你呼吸是停的 你不知道你会有呼吸的 你知道你呼吸停下来 那时候已经做不到了 我去控制我的呼吸停下来 那就得憋死了 知道吗 你动这个意 他必须要呼吸 只有把意死 神言明 神意俱明 你的呼吸才能停 它是一个没有任何的 就是没有呼吸这个事了 只有一什么 只有一灵毒照 只有一个光的能量的问题 没有物质气息的问题 你如果还有一个气去憋 还有一个气去调 那都不可能调出气筑脉 好吧 好 谢谢孙老师的 好 孙老师 谢谢您的这个 很清晰的一个解释 让我们大家这个 多年以来就是 耳熟能详的一个词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境界 大家能够有一个 更清晰的这个认知了 现在线上有一个 朋友 他在问 孙老师您好 经法界真言 发的音听不太清 发的是接近什么字的音呢 如果发音不准 有什么影响吗 可能网络的问题 可能他这个 对于具体的发音不太清楚 您稍微再给 用这个字来准确一下吧 字呢 就这么写的 字是这么 读人爱好 给我搞那么多支笔 没有一句能用的 恶是这么写的啊 Lam 是吧 应该是发这个音 这个 肉肉肉肉肉肉 哈哈 字是这么写的 字是这么写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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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播放音乐 没有音乐 好 孙老师在这个 刚才已经给我们 很清楚的写出来了 大家这个发音 至于说网络的这个问题呢 回来我们自己再 从一个其他途径 来解决这个事情啊 我们有个小链接 是进化界争议 大家可以 发到群里面 回头发到群里面 大家可以参考 好的 现在有一个 VV的一个朋友 请教老师 在实修的时候 一定要有 烛光和香吗 谢谢 刚开始的时候 一定要有 问前面那两个啊 刚开始的时候 一定要有 它作为一个 借鉴 叫借甲修真 这是一种智慧 因为我们虚空当中 本字具足五星的 关照两种能力 因为虚空就是 我心的毁昧的假象 虚空怎么来的 因为我心 迷失了之后 才显现的虚空像 而我们如何 粉碎虚空 虚空本来什么都没有 怎么粉碎啊 对吧 所以虚空背后的 决性 起观照之妙用 虚空就粉碎了 就这么简单 因为决性的毁昧 所以现虚空的假象 所以虚空不毁昧了 我恢复了 想起了 它的本来有的 观照能力 不就 粉碎虚空了吗 可是这种能力 很难 那么蜡烛 它往外照 它这个照性 已经在虚空中显现 这个时候 我们就借用 蜡烛的照性 去把它 跟我心的照性 等同起来 它是不是 我心的照性 是的 但是它怎么把它就认知为 当下既是我心的照性 这是比较难 所以我们得灌灌灌 最后把它灌成什么 既是五星之照 那么虚空就照了 那个香呢 它是往回脸的 既是五星之反观 既有了反观 又有了变照 这还一同时 这个时候 有没有蜡烛 都没有关系了 因为什么 观照之性 变满虚空 充斥仿戒 哪都有 难道只在蜡烛头上吗 但是这叫戒甲修正 这是一个巧 这就是历代祖师传承 为什么要传 传的就是这些巧方法 我们才能快速的学成呢 对吧 本来我们和妻自信 本自具足 我们人人本具佛性 我要你老师干啥 对吧 我本来是佛 我要你老师干啥 要的就是这些窍门 美宗美派都有 你佛法也有 太极也有 实际上 都是本具足 但是不教你就不会 你忘了 你都忘出一个虚空来了 你还有啥好骄傲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虽本自具足佛性 本来是佛 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现在是迷糊佛 我们要虚心 我们要求教 我们要好好的学 立志突破 真正的把我们本来的佛性 惯性 这是我们的责任 那不能因为我们本来是佛 我们是骄傲 我其实本来是佛 我让人度上 对不对 不管了 那不行 那就被习气 所束缚了 好吧 这个朋友呢 还在继续问了一个 下面的问题 看烛光是呼出 香是吸入 距离自己多远呢 看 没有多远 就是看你自己的觉知了 对吧 你的觉知要大 这一息虚空粉碎了 我们苏婆世界给吸霉了 极乐世界都吸进来了 十方无量一世界都吸进来了 这一图 无量一世界就显现了 对吧 或者只有一毫米 也有可能 这是看我们心地清静 定工多少的问题 不要纠结这些 我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要做的是 把蜡烛的照变成 自己心的启用 如果你真把它当成 自心的启用 你身上的毛孔 会有土的感觉 这只是个检验标准 我要强调一下 毛孔的土 毛孔的钠 毛孔的出入平衡 只是检验标准 不是修学目的 就算毛孔平衡了 叭 虚空当中 鸣结出一流离之心 流离之体 壮弱无相之流离的 这个清定原名真心 也跟这个没关系 他只是一个什么 只是一个 始造 明白了吗 成败不关于他 成败关于虚空 能不能奇妙用 好的 孙老师的这个解释 我觉得对我们来讲 非常有价值 把我们这个本质的东西 说得非常清楚 看看我们现在 线上还有什么新的问题 没有 如果没有新的问题 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每次孙老师的课程 都会就是说 有很多的朋友问 然后有很多的延迟的时间 也感谢欧洲平台上的 各位领导 给我们这么宽裕的支持 谢谢大家 好 没有新的问题了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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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师再见